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查这个部分 因为他主要是对公务员的作为 他中央也要请不吝点赞 他的顾问医师 他顾问医师就是柯文哲教授 他带他去北戎 去北尖 书头都去看 他经过 阿扁总的经过所都去看 所以这个中央不知道有机会 柯文哲跟他说 他去北尖 直接去阿扁总的大地方 你知道立法委员 大家都不可以去看 但是監察委员说要看的时候 北尖没有办法 都让他直接去看 去看的时候阿扁总已经在北戎了 所以他的室友在 所以他把他室友问很多位 包括阿扁总的普通时 跟人家说话的情形 或是怎么删的情形 都不去问 所以这个胸都会出现 这个地方 因为刚刚医疗问题 黄凤小委员有一次 差不多三四星期前 有一次 总共两次 第一次是三四星期前 他请了十九位医生 我们叫做三方医师大会诊 就是北戎医师跟他请过来 这边医师跟他请过来 他自己又请四名教授 资深的教授 大家三方医师大会诊 就是说到底阿扁总统的病情是如何 真正是如何 所以就是那次的隆总的 最后的检查报告 他的诊断报告是 最后就是新闻到后 久不出来了 就是那时候 大家各方的医生 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 最后有做一些修改 所以最后是147的报告 做得出来 当然到现在 以北战的责任来说 黄凤小会谈合他三项 第一项就是 把阿扁总统送到北戎区 他公开说阿扁总统愿意去 结果内内 柯文哲教授跟他说 内内报告他自己看到 北战区区的记录 跟他说阿扁总统公园外去 只剩下两次 他说他自己看到 自己说自己说法 第二 我也请柯教授跟黄凤小区 意思是说 从蜀陶到北戎 近年北戎也没有蜀陶 要病例 所以柯文哲说 他不是要看白 他是要做司法鉴定 他没有要看白 所以现在有关宋北尖 我手边有的杨玉正医师 也就是马杰院长 说欢迎我们过去的 他就说那时候 他把他拒绝一拒 一拒不贏 所以第一 就是强宋北尖说谎的事情 他要有这个要辅助 第二点就是 他从陈志忠去看他们爸爸 讲的话 落到新闻夜总会 大家记得吗 对对对 就是说竹子狗 这个东西 那些人把他放出来 还帮给媒体去看 这个国家记敏 他说泄露个人的记录 第三个要把医学中心都缴 他说他问很多病人 他说他不会治疗 他说他不会治疗 结果都没有 包括业头医院 下午4点钟 下午4点钟 要公开他的调查报告 我们这边的医生也会账 我想荣总医师不一定会来 所以那天我也欢迎记者媒体 还有关心的朋友 大家可以去听 大家很期待 因为到现在的危机 我老是说 北尖只怕监察委员 第四点要在那边 就是监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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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察委员 会保持人 是 所以方子杰这段时间 我跟大家告诉我 这段时间对阿扁总统口气上很好 没有那么恶劣 阿扁总统说入党 他的被监察罪会越重 他现在跟阿扁总统可以反核 但是我很怕阿扁总是软心 他本身是软心的人 叫他不会软心 他现在跟阿扁总统说 方子杰还送阿扁总统帝米 我讨厌 要找死人 找死人的典役长受送人 他现在你典役长受送人 他现在阿扁总统的小孩 我不要说哪一个 告诉我的 对 要跟他说 你跟他说 我对你也不错 我对你很好 有点 我去的时候 他就一直说 阿扁总统 他急到这样 要跟柯建民和丹老婆说 我现在 你什么人犯都不犯 我现在最主要要治疗 我就是人很艱苦 说到这样 串起来 又咳嗽 方子杰就变 你看 你跟毛绍 叫你吃鱼 你也不吃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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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阿扁总统回到北尖 跟说 这个所谓的丁丁 当然 他像北尖 顾的人顾的白龙 他当然要派很多人马 还有三班 还有監督阿扁总统 他当然费用的丁丁 很麻烦 结果郭正年有一次想说 我说 不然保外就医就好了 就没问题了 方子杰气着 他说 你出去 他对一个医生搞笑 是啊 可是郭正年跟我说 他也没办法 他就出来了 不然他要做 所以说这个你就看得出来 说他们这个中国人 中国人的 他叫他多大的冠 这也是要拜托 吴宏雄鱼鱼鱼鱼鱼 要寸刷 寸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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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灌水 阿扁总统的事情 他这次当然要做阿扁总统的病情 有做某一个报告 三方的医师会诊 他有要一个报告 因为现在恐怕 北荣报告是这样的 我们方的意见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三方的报告 也是这样的处理 冠工修委员 我知道他去北荣 去北间 去署头 听说他也有去陪德医院去看 他也有去观察陪德医院 当然他做什么样的建议 我不知道 因为最后的报告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知道医疗部分 就是说 变成总统大概经历出六大类的疾病 心脏血管疾病 整个剩一种 精神科 身体各方面 冰定 头部里面有八点 他总统经历六大类 里面有四大类 其实是危急生命 危急生命 所以基本上要建议 一定要换犯犯 但换犯犯犯 是我们来说的 那不是方子杰说 你回去北间 你本来总共1.30平 我现在给你3.8平 你本来本来是24小时监督 我现在给你换犯犯犯 这种改变的环境 其实完全忽略人的心理 现在还回去让他关 所有的朋友就是关出来 你现在再上去 看一瞬 这一点的意义就没有 现在要调查 那是新闻夜总会 可以去跟方子杰 直接送给 这个部分 一定放在棠上 但是它是用泄密 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 当然你这样也不说 到底哪一方主动 但是不管你这个拥有权 是在北间 你北间释出去 你放出去 就是不对 而且足自搞 那就是你整个奉送给人家 还不是淘汰 结入一部分 它是他们在讨论 后来北间也赖 陈顺胜教授 有说不去北间 结果他们的病理 大家都拿出来 看 包括署头徐副院长 他下的资料 都没有 他说建议去医学中心 所以他都说 什么人说 什么人说 厨房越厉害越厉害 最后厨房越厉害 让他退休金不去 不然 当然是 我也不知道 多厉害 公務員就是最害怕的 也不是 对 就是你独职 或是做了哪些 嚴重的措施 你的优惠和福利 会不会去 所以 现在我看到公務員 就只有监察委员 立法院根本就不甩 那是说要退休的事 就是议算的事 立法委员就像是退议算 监察委员就是看 他的议算是 矫正署署長 法務部長在承担 所以对他来说 他个人 现在对他有贈劾 他个人 有个人的贈劾 所以说怪不得他 不然还要去调查 他送那罐贈势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 应该要交出来 以前 交通部長 不说送两罐贈势 也是去把他家族抄出来 两罐贈势也是 在带来带去 特别人出带 好啊 他现在方子节上 阿兵是 阿兵总统是一个受刑人 你是一个典议长 你是不是每一个犯人 每一个人 你都送一罐茶叶 要有的话 就要大家有一次同仁 阿不然你独独送 丹水面一下 你是为什么而送他 你送他的动机是什么 对吧 最爱查 其实我也不知道方子节 为什么你个人 你要自己 要去承担这件事 其实保外救育 层次是不只管 我也知道 他说最后是马英九做决定 法务部长或是行政院长 你敢不苦 没有啦 马英九法务部长 行政院长 内政部长 马英九都做不了组 还是要中法人民共和国的胡锦涛 才做得了组 因为那时候他不是在说 搞台独的不会有好下场 只要吃到他那久 他可以对阿宁总统就这么搞台独 所以阿宁总统就是四年前的11月11月 那天手工靠起来 那天手工靠起来 那天手工靠起来是为了国务交费 但是国务交费到现在更一省是不足的 那天手工靠起来 这个画面送到全世界去到古代 那天开始积压 积压七百多天为了国务交费 他们家的资产整个月冻结起来 包括官邸老家为了国务交费 当年年青康六年 红山军一百万红山军乱台湾 也是为了国务交费 所以国务交费是不足的 所以11月11月11月 阿宁总统的手工靠起来 是很痛的日子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礼拜礼拜 我们在住228公园 没有一个守护台湾人全职业 刚刚11月11月11月 阿宁总统的手工靠起来 是 希望说我们 澎湾网路电台的观众朋友 或是我们Facebook上官的 朋友 我们大家照照 尽量来点分享 来照大家去 人比较多的 看起来比较有温暖 虽然说阿宁总统不能来参加 阿宁总统会来 阿宁总统会来 他就会来 阿宁总统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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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客家会颁他一个 客家最佳贡献奖 所以阿宁总统 阿宁总统做市長做很多 客家电台 丁丁丁丁 他做客家人做很多事情 所以颁奖给他 那天也有很多客家美食和表演 有一个邓导演 他要用很趣的方式 要用演戏的方式 要表达阿宁总统的政绩 他八年的政绩 所以那天时间不加 可以从六点到九点 我们没见过天气是应该是好的 所以大家欢迎现场 也欢迎大家来 中共天气蒙蒙蒙修 也要别有一番滋味 那也要去 带着让我们去 大家在晚上 六点到九点 为阿宁总统守护人权 那天是我们 老实说是我们台湾人 受无诱的日子 是 把我们的总统手扣起来 对 他是杀人放放火吗 他是暴力犯吗 他做了什么事 结果到现在为止 那天国务之后是没罪 对 還要白白让人换 那天要干什么 所以最近我这次去加州 我也去看谢清智博士 那天他刚才在跟我说 结果这两天播出出来 他说现在证实是冤狱 他是没罪 这些冤冤都在六十天 一天五千元 要费他三十万 我跟他说 要回去而已 要回去而已 结果这两天播出出来 说谢清智博士 成冤得雪 现在要赔愿意赔偿 一天五千元 六十天三十万 我说阿宁总统 我们都要费多少 那些什么人 那些什么人 那些六八也是 你看 那些年轻人 他这么年有洁癖的人 普通人工赅 他在那里正在抗掌 那些身败民裂 所有你看 我们的领军 是osho 现在我们来看 看到有给国民党 给我们招待 就可能算真的 那些不给国民党招待到的 要没有给国民党招待到的 那些人也是不知道 那些人 你要補充什么 我想大家放心 醫療收拾在旁邊總統的健康照顧進行 我們會盯得很緊 因為現在現主席 我們也能定期進去 國家做的事是可以看 我們有新的消息 新的進度 我會跟大家報告 當然我們現在最煩惱的 也要繼續觀察 旁邊總統現在開始療療一禮拜 理論上六禮拜後是一個關鍵 一禮拜後就決定他可以繼續戴白龍 還是要送到北間 還是我們最期待 當然我最不怕怕的就是保外救醫 所以這六禮拜後 因為過一禮拜半 有要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就是我後禮拜 變成兩禮拜完 黃鴻雄委員的報告會出來 我也希望這個報告對總統未來的處境有一些幫助 所以我們現在後一步就是要觀察 要注意的就是這個部分 現在北龍在牢 中寫比北間更好 有面穿好看 要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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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醫生做的 醫生說不可能 我跟你在牢好 我把你送回去 給你去打明 還要出來嗎 實際上 正規的有專業良知醫師 都是不會穩準這件事 現在問題是醫生不允許的事情 北間可以接受嗎 醫生說不行 我如果在牢好穩定 不是要給你送回去火坑 所以我們現在是最怕這件事發生 對我們來說 醫療我們可以做 但這個部分就是要大家來努力 所以說我們阿扁門 台灣海來外鄉親和國際幽靈 大家都對台灣的基本價格 就是自由人權 發財 公平 什麼這些 這些的種種種種在我們台灣 我們香港的台灣人 實在是這些事情都沒有 除了說我們對外沒有一個 開槌合規 說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結果我們沒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說我們自由民主民權 也都沒有啦 自由民主民權 那是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心上 不是在我們台灣人 台八字的心上 怕我們知道 除了趙智傑醫療修組之外 有很多這裡的人 最後請問 阿扁門還有在北榮那裡 有精神科 就是那天去看夫人 剛才讀到他們 夫人也很高興 所以大家這樣去想 但是他也真的很辛苦 因為這是一個長期抗戰的東西 所以郭振典教授也每天去跟他們打一個酒後 另外我想最尾的補充就是明仔 晚上美國前眾議員 譚奎多 會來跟醫療小組和律師團來記憶 他這次也有來看阿扁總統 就是拜五會來看阿扁總統 拜六禮拜也會去南部 我想他有機會 他也會去拜訪吳淑貞夫人 所以實在可以說 美國的政治人物 人權鬥士 丁丁 一個一個一個 國際一定來關心阿扁總統 大家的力量差不多都要把我站起來了 對 estratég estratég estratég,對 剛起碼就這麼說 最後出記憶跟阿扁總統 讓人家靠起來,很多人靠起來,都蓋著頭蓋不起來 那些事情就由紅衣開始大亂,就是很嚴重 我現在舊金山也放一本,坐山機也放一本 我剛才留給他,大家可以先看 當然最初的人都拿得到,我剛才出版,我也特別有幫他放給他 是,所以他這樣印證這些事情,我們漸漸知道,中國共產黨如何運用到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如何來交代台灣人 如何來殘害台灣人,在這裡我們要走的路,還要走 尤其剛才的鄭俊宏前輩,他覺得他錯了 他說我們那時候應該要先進出台灣人的修法,修法正義,再來說民主人權 結果現在的民主人權,這都是假象 結果我們一樣讓他的修法跟民主,把我們前置做這樣 所以他說他明天在九點半要去郭丁凡年頭前要去鄭俊空議這樣 在那邊做會和趙芝杰11月11日,晚上6點半,在日子八江湖 最好是坐捷運或公車去,不要自己開車去 比較不會說找不到停車,因為那些交通很利便 希望大家都出來,讓鄉民起來的人很多,讓鄉民起來的人很多 鄉民總統看到的情況也比較有安慰 今天很感謝你,很辛苦,讓你這樣 鄉民總統關在那裡,我們關在外面 大家心想,痛苦是痛苦,不一樣會痛苦李宜 感謝各位的收看